11月12日凌晨,天津市公安局西京分局发布警情通报。 网传天津某大学有学生被杀害,嫌疑人逃跑至西京区大寺镇,经公安机关核查为不实信息。 11月6日,西京区大寺镇发生一起刑事案件,外省来及务工人员楚某某、兰。 41岁,因琐事持刀,将租住在同医院内的外省来及务工人员郑某某、兰。 22岁,统伤致死。 经工作,公安机关已将楚某某抓获并依法刑事拘留。 现案件正在进一步侦办中。